Hello,大家好,Raiwan desu 好,这一次来挑战一下 异星龙啦,红旗异星龙的极细任务 全属性嘛 数属 体属,力属 技属跟知属啦,五个属性全部有 然后好友这边就找来了 Kurani讲啦 靠着他的高火力,看能不能快速的打同过去啦,这边 嗯,就尝试一下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队伍,然后全员啦吼 都有Boss Carrack这条连接,所以不管去到哪里我们都可以连得到这条连接 打底 25%的攻防是固定有啦 好,那么就直接出发吧 试试看一下吼 这个开场 有够烂 顺位 差到爆炸 有够烂 哇,烂 没有,没有一点都不烂 这怎么玩咯 全部没有防御力 打什么屁 嗯 多小 这个开场 非常的差 我只能这么说,开场真的是烂 嗯 队伍的分布 差得太远啦 如果这边就暂时没什么办法 好办法啦 就先试试一下 先过渡过去 OK 弃绝掉 nice 哈哈哈 打猎师哟 nice 这样的话 我们的变身金服 就可以缓冲一下 不需要被打那么多下 而且 攻防稍微拉一下 所以可以漂亮啦 哈哈哈 然后这边的话 暂时只能这个样子啦 好,克拉逆奖 高速列车 出发呗 然后 13万 哦 初始只有13万的防御力 哈哈哈 低到落赛 364万 哇 真的是有够低 嗯 需要一点时间 等下从 低往上走 然后 第一轮啦 最大 5次的攻击 就来 就看潜能点能不能触发到啦 哇 睡啦 而且有下攻 一只要骑咔 哇哇哇哇哇哇呃 中却力霸的喔 哦 连了三下 太爽啦 这个真的是爽 这个真的是爽 齁齁齁 麥克拉 欸達烈絲 哇達烈絲真的是讚 聯繫的 L奧達烈絲 氣劫成功 U奧達烈絲 氣劫也成功 水啦 這一邊的話 開到必殺就好 開到必殺就好 好 呀 這個位置嘛 OK 開到必殺就好 嘿嘿 簡簡單啦 妖骸攻擊 又是妖骸攻擊 啊 我剛才弄錯了 我應該給 啊 我忘記掉那個懈念波的被動是要站在二號位才會提升 二號或三號位 我剛才想著一號位 啊 可是 錯 錯誤的決定 錯誤的決定 呵呵呵呵 啊 算啦 事情已經過去 那就沒什麼好說了 沒有封印技能 那就沒問題 那麼 麥克拉逆獎 這個樣子 開得到必殺就好 然後這邊對面是 欸 啊 有記者 嚇到我 487萬 欸 連接連上去 然後譜助又有的時候 讚啦 592萬啦 庫拉逆獎 然後這邊又是一個五連擊的機會 前三回合啦 都有五連擊的機會 三回合過後 需要觸手十次 又再有一個五連擊的機會 OK 希望這邊就普攻就好啦 疊滿他的那個被動 五下了對吧 還是 九下吧 好像不太夠 好像還差一點 啊 解決掉 OK OK 可是 這邊就 出 對呀唄 嗯 看一下整體的防禦力 18萬 21萬 跟 20萬 但是 下一輪 嘖 啊 這個地方有點難以折折 嗯 應該就是這麼個擺法啦 我想一下齁 因為 異形龍的必殺是氣氮系 靠著邪念波來扛好了 然後這邊這個樣子 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一下 一下 如果不是必殺的話 我是扛得住啦 這個大獵師 嗯 嗯 給他去啦 哈哈哈哈哈哈 嗨 前屬性格鬥 啊 我的心靈波完全沒有機會提升攻防 要害攻擊 OK 然後 好像沒有耶 有喔 水啦 水啦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漂亮 邪念波 讚 你是我的英雄 要不然最後一下應該是直接掛點 OK 再來 因為 克維拉這一張啦 提克維拉也是要觸手十次啊 他的 配動才會滿 也是相當麻煩的一個角色 OK 喔齁 十三萬 可以 然後我們的 技術變身攻 可以把 可以回血一點 嗯 這邊的話 暫時不要開主動技術啦 只有二十五萬的防禦力 這樣的話 佛格上去好像會比較好一些些 二十九萬 OK 稍微回血 稍微回血 然後 配上 一個Wisp了嘛 這樣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這一輪 老實說這個佛格出來之後 用來打這個真的是有料 嗨 喔齁 八百一十六萬 死了 開始啦 開始 您的表演 連擊 呃 上一輪沒有達到十次的攻擊 所以這一次沒有必定的連擊必殺 啊 稍微可惜了一些些 OK 至少 至少連了一個必殺出來 那麼 防禦力方面就無礙啦 就是 命中 哎呦 直接會行一擊 哈哈 好不好 OK 抗得住 再來 漂亮 對呀 連擊 再來多連 又一個 啊沒啦 呃 被動的連擊沒有觸發到兩次 嗯 這一邊 的話 我看應該是這麼個牌法會比較 比較 安心一些些啦 嗯 嗨 鞋念波給他佔三號位好了 開了必殺的這一個 打烈絲 防禦力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而且有那個 減傷在嘛 來全康 NICE 可以喔 真的有料耶 這一隊 有機會有機會 啊幹 這樣回避 嗯 這個樣子齁 當然是 來一下啦 啊 新聖人 我 打算 我 我打算 留到最後一輪啦 快速的 紅爆 嗯 呃 都看木 已經要來了 竟然都看木 都要來這一輪啦 直接 欸 沒有 我還以為這一輪一定有 一千萬 普助來了就是不一樣 其實 佛格擺在二號位 吃到那個傳說降臨連接是最好的 傳說之力的連接是最好的 可惜啦 不敢 我怕 再來 來 克拉蜜獎唷 喔齁 又來 哈哈哈 哇這個防禦力硬邦邦啦 送啦 要害攻擊 沒有灰心 不過這邊就算中比賽也不怕老實說 開了三發 那個十二七比賽 三發到兩發 嗯 八十萬左右的防禦力是有的 完全讓人安心又安定 四百萬的全屬性效果拔群 絕對解決掉了你 OK 衰啦 漂亮 真的是漂亮 那麼 這一邊 嗯 看一下要怎麼個連法 嗯 看一下要怎麼個連法 OK這個樣子 然後 啊 哈哈 嘖 鎖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這樣子 鎖卡末給 大獵師來開 還算是可以接受 嗯 威斯開好了 然後這一邊 讓利鼠族給立下來 OK 漂亮 就是這麼個樣子 哇 吃了威斯還這麼痛啊 不過沒關係 開了必殺之後 欸就硬起來啦 哎哎哎哎哎 哎 最後一下沒點了 Spark Game 剛才如果是可以讓佛格來開 當然是最好 我就 剛才失算啦 440出彎 OK啦 511 OK 還在我們的接受範圍內 只是可心 沒有爆掉那個會心的輸出出來 566萬 一下 再來 624萬 吃耶 爽 老實說 佛格在連擊上面 柯拉逆獎 真的是猛耶 欸不管是金主克維拉也好 還是我們的這個最終形態的克維拉都好 他在連擊上面的要求很不錯 然後本身的被動都帶 是帶連擊這個樣子 蠻多張的都是這樣子的感覺喔 然後接著等一下那個技術的最終形態克維拉 好像也是會極限嘛 那一張的話就不知道會達到什麼樣的地步啦 OK 完整變身 嗯 這一邊 怎麼個排法 3 欸 啊 血量太滿 库拉逆獎的那個Boss Carrier連不到 有點可惜 不過 主動技 いくぜ 沒有任何人 一隻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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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爆尾爆 喔吼 所以啦 然後這一邊的話 閒電波 主動技 蠻久違的 我也該開上來看一下吧 欸嘿 嘿嘿嘿嘿 面白 這個樣子好了,反正也不注重在輸出上面啊其實 誒? 誒? 那個Action Break就直接在這邊Break掉了 哎呀早知道我剛才就先開邪念波的 邪念波的主動技 Curlani講的那一個 這一輪的那個OSD啦 對比起巫孔的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巫孔的 雖然說都還蠻好聽 難道這一邊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誒?我們可以刺掉這個一星龍的必殺技一次誒這樣子 誒很爽哦 我可以刺掉一星龍的必殺技一次 誒大家記住這個 這個招式 邪念波的這種激怒啊 這些過渡啦 可以刺掉這個 他的必殺一次啊 誒誒誒這個夠爽 可是 夠要命喔現在 誒?上一輪算是有沒有扣掉我的回合數啊 應該是沒有吧 包險起見我就 這麼個樣子好了 那麼這一輪 解決掉 伊星龍啦 嗨 反正最尾也没有必杀了 skip掉了 看两位最会攻击要害的选手 要害攻击 然后 克拉逆奖 又是要害攻击 连击 必定连必杀 十二期必杀真的是震撼力很足够 比起超必杀来说我更喜欢十二期必杀 再来啦 要害攻击 直接垂下去 位置真正好 会心一击 继续 这样子的话 我极细的任务也通关啦 然后这个队伍 没记错啦 国际版应该也是组得出来啦 所以除了原本我们意想的那些队伍之外 这一队也是打得过去的 只不过就是金属克维拉军团啊 大乱战这个金属克维拉军团 不知道国际版已经极限了没有啊 我忘记掉了 不过代替的角色还是有啦 只不过就 就不罗利咯 可是没有这么好用啦 没有Boss Carrack在那边 比较麻烦一些 可能找一些有Boss Carrack的直属角色啦 OK 那么这个队伍就把异星龙的任务给解决掉啦 五属性啦 体力之技术 OK Double Confirm一下 好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Matane